长相清秀气质出众的松信女子 网络社群照片不是带着孩子一起包春卷 就是共同出游探索 还会分享各种文化教育 看起来形象良好 却涉嫌虐待不到两岁的男童 导致对方受命 男童溺水后被送到保姆住家附近的海军总医院 由于全身是伤才让虐童案因此曝光 不到两岁的男童去年二月才交给松信保姆照顾 过去一年多都没有异状 但检方发现保姆从今年五月开始摇晃或重摔男童 甚至拿鞋靶等工具打人 包括五月底两次、六月初两次 最后一次甚至对男童头部灌水、拉人撞墙 还重摔枣盆三次 一度造成溺水假象 检察官于香咽时发现 陈姓男童身上有多处新旧伤痕 并查扣监视器仔细分析后 申请羁押被告 结果检方一查 发现男童头部就有15处的伤口 身体四肢也有七处受伤 由于头部出血170毫升 才会导致失去意识 送意不治 送信女子住在高雄左营 军方一处职务宿舍 邻居得知消息都不愿多谈 由于男童的爸爸是职业军人 妻子过世后分身乏数 才会把孩子交给同样是军券的送信女子照顾 吴宝妈的他还把男童当作自己第六个孩子 连书强调以宗教的教育核心 以及各种生活态度来获取家长信任 甚至自称自己的多重身份吸引破万人追踪 如今除了遭社会局撤照 还得面对法律制裁 也让昔日温暖的形象 如今看起来格外諷刺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